大家好,欢迎来到佩玲,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双胞胎的佩佩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就整个系统好像变成育婴房一样 好可爱哦,都说都充满了音乐用品耶 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要做就是 如何可以让妈妈,然后 baby用了安心的东西 我们要说的是所有正妹也可以使用的东西 当然所有的妈咪也可以跟你的宝宝一起收看 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给妈妈或者是给婴儿所使用的一些用品 那为什么我特别要就是在介绍给所有的正妹使用 明明就是婴儿用品,为什么大家觉得很多的正妹都喜欢用呢 其实婴儿用品其实还蛮有趣的 好,我随便先开始的时候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知道很多婴儿用品,比如说这个好了 它是乳液状的那个什么爽身乳液 这些还有爽身很功效的乳液 然后就是让姐现在擦的时候不会 它就长成这一项 或者说是有婴儿用的化妆水 给婴儿用的乳液 以及婴儿用的热肤油 进来帮女生的那个卸妆油 那这些啊,有一些都是要给婴儿用的 所以完全不刺激,不过敏 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刺激就是皮肤的女生 很容易过敏,很容易引起一些皮肤变化女生 就比较适合用婴儿所使用过的 或者是像是这个婴儿用的防蚊蜜 那这些呢,都是很天然的 所以都是不同,都是这样婴儿用的品牌 它们所贴出一些好玩的东西 今天啊,我们要以大人的角度来使用这些东西 那如何以大人的角度来使用呢? 比如说之前我有跟大家说 我有一个网拍的朋友 一个网拍证明,他还蛮有名 都拍的作品很多很多 他就喜欢用婴儿用品 用婴儿湿纸巾 在每个月,那个来的时候都喜欢用婴儿湿纸巾 因为比较低过敏 然后在,你就比较容易敏感的地方使用 这样就比较不会刺激了 好多这些只是其中的例子而已 为什么有婴儿用的女生 喜欢使用婴儿用品呢? 比如说,在我跟我姐姐有神经济的人 这什么东西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消毒奶瓶 或者是消毒婴儿的一些器具 所使用的一个东西 对,然后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玩具 一直在家里开给大家看 你会发现其实啊 有生辈子的家里 都会有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可以让你把婴儿 比较容易放入口中的 比如说玩具啊 或者是奶瓶啊 或是奶水等等 侵套在这个小桶桶里面 那这个小桶桶里面 除了放清水之外 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消毒品 比如说像这种消毒液 那你就是一片的品质 来调合而成的一些消毒水 那这个消毒水啊 你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之后 可以直接放进水 把里面哦 所以如果等于不小心 就这样子把它 哎呀哎呀 以为它是真的品质 来吃的话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你要先用开血 给冲过也是OK的 可以啊 对于我跟我姐姐 这种神经济就是 很怕就是万一有什么细菌呢 为什么我们都喜欢 把下来的东西拿出来消毒 那我跟我姐自己做的做法 我们是 会把这个消毒水 将水调合之后 很久真的要小心使用 拿来之前呢 最好当然还是拿去那个厕所洗一洗 或者用水擦干净会比较好 那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就是 我跟我姐姐 所以期待酒瓶 使用性的酒瓶或者是 上街又可以放入嘴巴的消毒水 混合而成之后 再去各个干净然后使用 这样 如果再来吃东西 就会比较安心一点了 好的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除了是我很多身旁的正面朋友 他们都会用一些婴儿用品 来降低刺激感之外呢 我最近的那个礼物也收到 一个婴儿礼盒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跟我姐喜欢用婴儿用的东西 好婴儿用的东西 到底还有多有趣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平常啊 女生都会用化妆水跟乳液 或者还有卸妆油 那像我有个阿姨 她就是完全不能用任何的保养品 因为她一用 她就连她护唇膏 整个嘴唇都肿起来 那实在是太夸张了 该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用一些低过敏的东西 比如说婴儿用的 你就绝对没有问题 那因为婴儿用的 它绝对是低刺激的 所以如果你的嘴巴 或是脸啊 身上真的太干的话 其实有个蛮好玩的东西 就是有婴儿的化妆水 它这个是用上低管状的 就是你不会一下子泡太多 你就可以这样拍一拍 让婴儿让baby做保湿 尤其现在已经到了夏天的中间了 那已经快要进入到秋冬 大家就可以用一些比较保湿的东西 那像看这些设计都很可爱 都是低管状的 在平常的时候 大家喜欢找的时候 就连女生影片拿起来 是认负一下 让皮肤减少过敏 尤其到了暑假很多人啊 你知道他们毕业的礼物 或者是暑假的礼物 就让他们去医美诊所 就稍微弄一些小小小小的保养 比如说什么 我就不知道 比如说是SOP 还是ASOD之类的这种 就是换肤啊 或者是让皮肤看起来更好的东西 那很多人在手术过后 皮肤的变得比较敏感 那种你平常用的美白保养品 或者是平常用的一些比较刺激 还有一些什么柱绢花酸啊 或者什么的 一些那个比较特别的保养品 可能就不适合用了 那这一个婴儿油 平常可以用来润敷 那也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卸妆的一些功能也还不错 像我们平常防血的鞋毛膏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婴儿油来卸掉 你看它也是低管状 它很可爱哦 它不会暴腹瘤 它就这样拼在你的手上 好 接着按摩一下 它的卸妆其实也还蛮不错的耶 所以啊 我觉得大家平常的时候 如果想用比较不刺激的东西 比如用婴儿油来卸眼睛的部分 所以即使它不小心跑进眼睛里面 也不会觉得痛痛的不舒服 好的 那在你轻轻的按摩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拿卫生纸擦掉 因为婴儿油它本来就是 用在皮肤上面不需要擦掉的 所以即使你在忙碌的时候 然后在睡前啊 你懒得卸妆 可是觉得妆在脸上 好像又会很久很久 然后又会对皮肤造成伤害 你就可以拿婴儿油 然后一边卸妆 你可以已经达到韧肤 然后就把脸上的彩妆给卸出掉 你看它就干干净净的 有没有超级懒人做法 然后最最最经典的 就是超级懒人做法之一 那我提供那个方法 给我很多生妹朋友 大家都觉得说 哇 太酷了耶 就是不用卸妆的卸妆油 有没有 还还不错哦 并且是第一次址倒进去了 所以这另一边